你們調查局 这个什么电线老旧走火 这会发生在你们调查局吗 你会不会觉得你们这个理由非所思 我们初步的这个鉴定 就是电气因素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这个超窄 另外一个原因就有可能破损 那破损又有可能是长期联压 或是说一些老鼠 这些鼠虫之类的 所以咬破 这是在台湾街头发生 我们署长 以你专业的判断 黄署长 这是你真枪 还是气动枪 就这样子在街头发生 然后旁边的路人好像觉得常态性的发生 都没有 所以这是台湾街头发生的事情 而路人经过的时候 竟然都没有察觉异常 是不是这样的事情 经常性的就在我们每天的街头发生 黄署长 我想这个案件 那个枪支的一个鉴定 它是一个改造枪 是一个改造枪 那另外这个影片 其实是他们同伙在旁边拍录 扑上了 这个拍录的人我们也把他查棄到案了 这是共换的拍录 那这个个案 刚刚委员所提的 说什么 到街头到处比比街市的 我想证实一个个案 这是发生在台湾的街头 那为什么路人视默无睹 是不是每天都在街头这样子发生 导致路过的 不管是机车骑士也好 行人也好 视若无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想要请问署长的 这是刚才我们甄民中 种召咀咀你的时候 你所说的 这是模拟枪 还是所谓的气动枪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民众 现在会觉得 好像在街头上面 谁每天都在上演 这样子枪支的问题 那对于黑枪的查棄 我们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案 不管是警政署 我想今天在场的调查局的副局长也是 你们怎么样子调查这些事情 是不是 如果这种模拟枪 这种气动枪 都已经形成真枪 每天在台湾的街头上演 那台湾的民众 是不是都在这样子的威胁底下呢 署长 你先说再给副局长 我想这把枪不是气动枪 它是一个枪管 进来的时候是有主体组的 那枪管后来在国内被替换掉了枪管 所以它是一个改造枪 那这个气动枪部分我们就现在就管制 从去年开始就管制了 所以在 气动枪也是形同就是跟模拟枪一样需要管制吗 那气动枪它有分为游戏用的但是游戏用的那个申报进口以后在国内再替换枪管导致它有一个杀伤力 所以这一次我们去年从9月5号开始修审查规定以后这个都是要纳管 进来以后流入到哪里去都纳管 所以气动枪基本上在国内的一个改造情形已经大幅的一个减少 所以两个都要纳管嘛 模拟枪要纳管 模拟枪也纳管啦 气动枪也纳管啦 所以在模拟枪国内的查气的部分 我刚刚也报告过 那数据有一直在下降 换句话说这在市面上的流通情形又在减少的情形 所以这查气的部分绝对是我们的重点 那当然从源头管理也是我们的重点 那源头管理我刚刚也报告过了 我们修了两个办法 就是进口的时候你要受审查 流向你要受审查 国内制造的部分 那个零组件可以改造重要零组件一定要有落马 才能追查出来 那到底有没有确实出口 或者是还流落到国内来来贩卖 那这个是我们的追查重点啦 好 那副局长 是 报委员 我们现在目前就在毒品案件的时候 有时候在搜索现场也会发现这种改造的枪支跟零件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一样 我们除了毒品的追溯来源以外 枪支的这个来源 我们也会把它列入追溯来源 那你们现在查气到了 尤其是毒加上这样子改造的枪支 会使人犯罪的情况也严重 你提到毒品 现在目前你们调查局 毒品查气的情况是如何的 我们因为人力有限的关系 我们调查局的查毒的企图政策是授源 所以我们主要是工厂跟毒品走私的案件 这个是我们那个查气的一个方向 那你们有没有查气 怎么样子预防毒品进入校园 有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是有请外情同仁到校园做宣导 我想这个也可以达到 宣导是一部分 怎么样子能够禁止 就是说能够从源头 就禁止 让毒品不会进入校园 就如同刚才我们甄命赵公主要所说的 如果毒品也进入校园 让整体组织犯罪的年龄下降化的时候 到未成年的时候 那这样子未来我们不只是残害 我们未来的这个后代的子孙 我们可能使他们都没有办法 有一个光明的人生 是不是 是非常赞同委员的看法 确实是这样子 因为这个毒品 假如进入校园 对这个学生一辈子影响非常的深远 所以我们是从源头做起 比如像凯他命这个毒品 因为它价格低点 很容易就进入校园 所以凯他命的工厂 我们也查记到非常多的数量 那你们目前查记的情况是如何 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 我会后我会补充给你 好 那你这个没有资料 那我想要请问你们 你们调查局 这个什么电线老旧走火 这会发生在你们调查局吗 你会不会觉得 你们这个理由废一所思 我们这一栋建筑 是民国八十四年一月就启用到现在 算是一栋老旧建筑 老旧建筑 你电线可以换新的 是不是 消防署的副署长在这里 电线可以换新的吗 请问一下 报告委员可以 可以换新是不是 是 所以建筑老旧 不代表电线会老旧是吗 那为什么你们电线老旧 这部分我们现在到底确确的一个起火云到目前都还有待见识结果 所以是不是电线老旧所引起 现在没办法确定 那这有关的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虽然建筑是老旧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安全检查是按照规定年度都在进行当中 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人家才会认为说 是不是在这个就是这个通讯的这个部门里面有你们所谓的非法监听的资料 所以怎么会一把火烧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没了 是不是这样子 报员 这个这个单位很单纯 他办了就是电脑犯罪跟假讯息案件 没有其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资料 这时候你们内部知道啊 我们外部人怎么会知道 你现在这样讲啊 是不是 你是现在这样子讲给大家听啊 那我们 我们你要怎么样子说服我们啊 是不是 所以你现在连一个电线 你们走火原因是电线老旧 我们都怀疑了嘛 是不是 即便是老旧的大楼都可以换新的电线 我不会装潢的人物我都知道这个事情啊 水管都可以换新的 为什么电线不能换新的 是不是 确确确发生的原因我们 你看 你们根本都准备不足 问你毒品的资料 你也没有准备 问你火灾鉴定的资料 你也没有准备 那请问调查局你们每天都在做什么 正式的鉴定报告要由消防单位他们出去 所以我这边没办法 那署长 消防单位 你们鉴定报告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火灾原因调查 今天书是由当地的消防局 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制作 那我们的这个制作完成以后 四五日会这个完成结果报告书 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延长到三十天 那我们的 必要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加快 而是要延长呢 有特殊的一个状况 但是这一件事比较单纯一点 原则上我们四五日 应该会完成这个火灾的原因调查鉴定书 那你都已经来了 那目前你们初步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跟委员报告 我们这个因为有检视相关的一个监视设备 没有外人进入破坏重火的一个可能性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排除 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起火地方 有这个做相关的一个彩证 也就是物理跟化学的一些证物 目前物理的一个证物 我们已经完成了 那化学的证物鉴定 由当地的新北市消防局自行来做鉴定 所以要等到新北市消防局的鉴定报告 是不是 这个 你们要推给他是不是 报告委员 不是啦 这个初步啦 我们在现场有采集到 政府就如同刚刚调查局所讲的 我们有发现到 这个物理的 也就是 所以你们现在要推到说 豫市长在包庇调查局 aun推odu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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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že豪市长在包庇调查局啦是不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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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不敢吧 这个我们初步的这个鉴定啦 好就是 あ ludzie所讲的就是电器因素了 不過电器因素有几个原因 那第一个 就是這個超載 也就是說他使用的這個電器產品過多負載 另外一個原因就有可能破損 那破損有可能是長期連壓 或是說一些老鼠 這些鼠蟲之類的 是咬破當時是咬破到那個 皮膚的這個絕緣體 也有可能會造成短路啦 那切切的原因啦 我們還要再做詳細的一個調查 所以不是房屋老舊也不是電線老舊 而是有老鼠是不是 跟這個委員報告 有可能是有老鼠是不是 我們在做火災的鑑定 當然都不排除有任何的一個可能性 我們不預設立場 好 謝謝 以上 我們不視聽啊 我們就這樣說 我想 disgr OFFICI 我要的小朋友 我們給你聽到